林毅良先生,我們可以領先 這次來臨陸局長,他就是外派不拒絕的 這個局長,他就是強行的 他就是在此出局長的醫治時期 由於這項目立,應使得了他,他就算是樂隊的工作 而應使得了他,他才是樂隊的工作 我們看這個例子,後來的結局 本來他先照顧四億港元去改善他的家 要符合交易和股市以後 在經濟經濟是順大的 用滿地的支付是貸款的 這些都是沒有經濟的 其實兩人送了好利益 就貸了貸送錢 其實這些私人特意是貸貸共和 為什麼? 所以那些貿易和貸貸共和貸貸 我一定經過這樣 你以為推出這個系統的方案 其實就是我無恥的正常和貸貸 而且是會加強的這個時候 會貸貸貸共和貸貸 又會怪整個選舉制約本來 是上雪而能出來的 所以我被他去的例子 如果在某一次的選舉對決 選舉之後 統一那些的 你知道你的地產化 那些貸貸有些貸貸的稅 要貸貸貸 他很想觸碰你的議員 他繼續說 如果花一億 那麼多我那些議員 那些落選的議員 喂 如果我們省下四億的話 就做好而已 做好計而已 所以他會盡力 有稅的議員 你落選完 你給我計算一下 我用盡所有金錢 幫你支持 幫你搞定他 這樣的話 你會看到 那個問題在哪裏 他要告訴你 這個裏面 是沒有選舉上下的 多少錢都沒問題的 這些政府實際上 所謂的事實給他 互相對 那麼他就說 只要你找一些 所謂的嚴賜案案 或學雞等 什麼 只要是事實 只要他不是違法的話 大家可以有好共享 所以我想到 那些應該善良的議員 保守的議員 他要排第2話 他不敢接納 可能排第3、第4 那些 那些又無恥 又無難的 他就可以 就算是一個 選舉一個 抗中的人 他收到 他就有機會 成為專櫃的議員 如果龍部長 真的怕不拒絕 我其實很擔心 你是否很怕 這個風的行動 是怎樣去幫忙 好 到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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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達了